在這個農曆假期完了之後 我相信很快很快就會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就職 就職了之後就啟動一系列的工作展開 包括了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亦都是準備行政長官選舉的相關工作 這個是一系列的工作在他們就職之後 將會啟動 亦都隨即展開 我們作為澳門特區政府很有信心 能夠有隨地進行相關的工作 其實在7月這個廉政公署公佈了結果之後 這樣我隨即也都作出了批示 包括了由這個相關的公務部門收回土地 亦都是批示了廉政公署 如果有違法違規的行為 我們必定是依法處理 亦都是批示了相關的監督實體 如果需要進行紀律程序的 我們進行 一路是跟進著 土地大家知道已經是我們進行收回程序 廉政公署的廉政專員 亦都在日前公開表示了 我們是根據法律必定追究的 亦都是在進行著 去進行之中 可能它有保密的需要 不是有公佈的 需要的時候 一定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是在進行著的